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三个孤儿冒险的童话故事 雷蒙·斯尼奇的不幸历险 雷蒙·斯尼奇是这个故事的记载者 他的故事中有三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姐姐奥莱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14岁发明家之一 弟弟劳克斯很喜欢看书 他看过的书涵盖了所有领域且过目不忘 最小的妹妹桑尼喜欢咬东西 她无时无刻都在享受着啃咬的乐趣 一天三人去海滩玩 银行家来告诉了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 他们的家除了火灾 父母都在火灾中丧生 没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 父母为他们留下了巨额遗产 但他们因为年龄太小 没有办法继承家产 根据管理规定 他们必须在达到法定年龄之前 让血缘最近的亲戚对他们进行监护 所以银行家将他们送去了欧拉夫伯爵家 伯爵住在一个阴森黑暗的剧场 伯爵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但他只是为了得到三姐弟的财产 等银行家一走 他便开始让三人干家务杂活 甚至将载着他们的车开到铁路上 然后便锁上车门离开了 试图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出了意外 关键时刻 姐姐利用绳索拉动了轨道转换器 三人这才幸免于难 伯爵的轨迹才没能得逞 还被拆穿 失去了他对孩子们的抚养权 之后银行家把三人又送到了科学家蒙地家 科学家的房子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蛇 他人很不错 对待几个小家伙也很好 但不幸很快就降临了 伯爵假扮成研究员找上门来 姐姐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伪装 但科学家却被他骗过 姐姐趁伯爵不注意 用蛇向科学家传递了这个消息 他们准备第二天便远离这个地方 但不幸再次发生 第二天起来一看 科学家已经死亡 而所有装蛇的笼子都打开了 现场被伪装成了 科学家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但最小的妹妹和科学家的蛇 玩得十分要好 这证明了并不是毒蛇的问题 伯爵的企图再次被拆穿 银行家又将他们送去了姑妈家 姑妈住在一个悬崖边 姑妈呢曾经是一个冒险家 但是自从丈夫死掉以后 她就变得十分胆小 还坚持住在湖边 是因为害怕房产经纪人 伯爵很快又跟着三人的屁股后头 来到了湖边 弟弟再次一眼看破了她的身份 但伯爵凭借优秀的演技和化妆技术 扮成残疾人 再次骗过了姑妈 等三姐弟买好东西回家才发现 姑妈已经没了踪迹 而玻璃窗上破了一个大洞 还留下了一封自杀遗书 弟弟凭借以往的经验看出来 这并不是遗书 她解读出里面另有隐情 原来姑妈并没有死 而是躲了起来 除此之外 他们还发现 姑妈正在调查火灾的真相 这时窗外刮起了猛烈的飓风 将悬崖上的房子吹得支离破碎 单薄的木板 即将要支撑不住三人的重量 关键时刻 优秀的发明家姐姐 利用铁苗打破了支架的平衡 再次化险为宜 他们坐着小船 在悬崖底的站立之洞找到了姑妈 但姑妈却不想离开山洞 她觉得外面十分危险 但是如果她不出去 遗嘱就会被认为是真的 到时候就连站立之洞也保不住 于是几人准备坐着船回去 路上他们遇到了巨大的水质群 水质群将他们的船撞破 就在这时博学出现了 忽然孩子们清楚她的目的 但表面上看起来是她救了几人 所以博学再次得到了他们的抚养权 博学立马打了另一个主意 她演了一出和姐姐结婚的戏 并邀请上所有的亲戚去当观众 实际上她在戏中做了手脚 让这场婚姻具有了真正的法律效益 这样她就可以和姐姐共享财产了 虽然姐姐才14岁 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但只要监护人同意就行 而此时他们的监护人就是伯爵 她用最小的孩子要挟了姐姐 一切都朝着伯爵的希望在进行 在戏剧进行时 弟弟则爬上了阁楼旧小妹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火灾的真正原因 一个巨大的放大镜 正对着他们以前的家 而火灾就是通过反射的光而引起的 弟弟利用这个放大镜聚光 将伯爵和姐姐的婚姻协议书给烧掉 而伯爵的诡计也终于被识破 但三姐弟仍然是虚无定所 他们再次去到了以前的家 在那里发现了父母留给他们的信 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看上去很不友善 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与等待 因为善良一定多于邪恶 好了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